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9月24号礼拜六 我们新眼光的进度来到彼得后书 第2章1到16节 我要用和合本圣经来大家 带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父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自诩素素的灭亡 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他们因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 他们的灭亡也必素素来到 就是天使犯了罪 上帝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淋到那不尽钱的世代 却保护了传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又判定索多玛 把俄摩拉将恶神寝负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尽钱人的见戒 只搭救了那常为罪恶人 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们的异心就天天伤痛 主知道搭救尽钱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中 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体重污秽的情欲 轻慢主之人的更是如此 他们胆大任性 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 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 正在毁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 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公价 这些人喜爱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岔了 随从彼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架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我们今天所读的彼得苏信 彼得苏信 我们知道他的对象就是那些 善居在小亚西亚各省的基督徒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同时他们的背景 跟台湾目前的处境 基督徒的处境很类似 因为他们是从异教转化进入基督教 他们所受到的一些逼迫 我们今天台湾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也是从未信主 进入到信主的一个家庭 进入到一个信主的一个基督化的人生 我们也会受到很多的排斥 我们看到当初在彼得苏信 他们写作对象 他们受到最大的威胁 就是假先知 就是假师父 假先知假师父有几个特征 在今天这段圣经当中 彼得他有提出来几个他们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第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所说的 他说从弦在百先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 然后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自诩素素的灭亡 所以他们宣传异端 那些假先知假师父 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宣传异端 而且他们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买他们的主就是当初救赎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们也不认了 也不承认了 当初他们就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才进入教会 如今因为受了影响 反而不认主了 反而放弃了主 甚至影响别人 不承认耶稣基督 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异端 其中之一叫做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它总是拉基督徒 特别拉那些很热心的基督徒 但是特别爱拉那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的信仰根基还不是很稳 然后把他们拉到东方闪电去 全能神教会 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洗脑 到最后就去质疑耶稣基督 那种神性的地位 他救赎者的地位 然后把他归信到 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女先知的身上 所以宣传异端 不承认耶稣基督 这个是异端 这个是假先知假师父的第一个特征 不认耶稣基督是主 第二个特征呢 第二节到第三节 他写得很清楚 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 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第三节说 他们因为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齿言 他们的灭亡也必够够来到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把自己的邪淫 邪当的行为合理化 同时呢 同时也要去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 要来跟从他们 要来认同他们 跟从他们 要来认同他们 所以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假先知假师父 主要的目的就是 自己想要做王 自己想要做王 来取代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贪婪的心 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当中 有另外一种异端 叫做旷野布道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某某先知 云先知 他已经过世了 他曾经在我们台湾的教会 特别是原住民的教会 起了非常多的一个异端 一个争论带给原住民教会 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们知道 其实 云先知最大的一个问题 到最后 不仅是穿金带云 同时 他到很多的教会去拉羊群之外 他甚至还会制作相片 让我们摆在案头上面 每次灵修的时候 就望着他的相片来灵修 这简直就是异端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小心 在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写到异端 假先知 假师父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把自己的 邪当的行为合理化 并且影响别人 要来跟踪他们 要来跟踪他们 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他说 轻慢主治之人 他们胆大任性 毁谤在高位的 在高位的也不知惧怕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心中不敬畏上帝 甚至粗言不训 口粗狂言的人 他们甚至以上帝的名号为工具 来招摇撞骗 但是他们所做的 却让上帝的名来受到羞辱 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也会不小心成为这样的 陷进这样的陷阱里面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然后人家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是牧师 因为我们是长老 而信任我们 反而 他们因着我们的作为 而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警醒 假先知充施在教会当中 我们自己若是稍有不慎 我们就会受到影响 而被他们拉阻 而偏离阻道 甚至我们自己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假先知 假师父 那么到底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假先知的一个威胁 迫害呢 最后我们就看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节他说 彼得说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了 第八节意思就是说什么 义人住在他们当中 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成为关键性的少数 关键性的义人 即便我们的周遭 已经都充满了很多的黑暗 很多不合上帝喜悦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为不法的事 为那些不合上帝喜悦的事 我们要天天伤痛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除了要有分别是非的心之外 我们也要为此感到担忧 为他们流泪来祷告 第二个方式就是 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说 主知道搭救敬前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第九节讲的就是 上帝必定会搭救那些敬前的人 使他们脱离试探的 所以我们要为真道来奋战 上帝必定会来搭救我们 必定会来搭救我们 然后我们被上帝拯救之后 我们要继续为真道来奋战 来抢救灵魂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是的主 我们看见彼得后书 他们面对的当时 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师父 今天在我们实境的处境当中 我们确实也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师父 主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好好来认清楚 谁是假先知 谁才是真先知 也帮助我们能够好好来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少数 常常为着不法之事而天天伤痛 在祷告当中更加警醒 我们也同时深信上帝 你必定来搭救我们这些敬虔的人 使我们能够继续活着 来为真道来做那美好的见证 来为上帝的真道来奋战 来抢救更多的灵魂 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 成为一个信仰有根基的基督徒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